荷尔蒙没有错 子宫内膜异味 源自基因突变 一项新研究在子宫内膜异味患者体内 发现与癌症有关的突变 但有趣的是 这种疾病本身并不会癌化 子宫内膜异味 一般被视为荷尔蒙失调 但这些新发现 为诊断与治疗这种令人衰弱的病症 带来新的可能性 女性子宫内层的黏膜 就叫做子宫内膜 会随着每月的周期增厚和剥落 但子宫内膜异味患者的黏膜 会在子宫外生长 它一样会增厚和剥落 却无法排到体外 因而造成刺激与发炎 患者的骨盆内容易发生黏练 因此卵巢中 常会形成充满筋血的巧克力囊肿 这种病症目前还没有解药 但患者可以透过治疗减轻症状 子宫内膜异味有可能造成剧痛 通常会用止痛药 荷尔蒙疗法或手术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